新增了几大看盘神器 其中一个北上资金功能 那么今天的节目 就给大家介绍介绍北上资金 在有看头家 新增的北上资金功能中 不仅可以看到北上资金 每日的净流入统计数据 还可以通过各股的 连续净买和净卖标签 锁定活跃的各股和行业 而在净买行业当中 每个板块还提供了 全重股及其净买额 您可以根据连买的提示标签 来判断哪些是新表现的板块 哪些是资金离场的板块 好了 本期的知识点 您都学会了吗 更多有关有看头家的新功能 我们下期节目继续为您介绍 观众朋友晚上好 本期时间二十点整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 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 今天盘面我们看到市场 是出现了一个向上的格局 半导体包括券商 都有不错的一个表现 我们说在这个位置当中 如何来解读最新的经济数据 还有就是不补缺口以后 是不是市场能够再向上 这是今天大家最关注的点 看看三位嘉宾 我们的三位嘉宾 今天请到的是 私部基金经理赵锡 欢迎您 还有我们的市场分析师 许可 欢迎您 还有我们市场分析师 王璐 欢迎您 这一时段也欢迎您 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 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刚才也提到了 大盘今天低开震荡走高 创业板指数是零涨的 互指重新占上三千一 旁边上来看的半导体板块 全天强势 板块内的个股掀起了涨停潮 而工业母基也是出现大涨 券商板块盘中走强 另外我们看到中药 信创 还有旅游 房地产 多个板块的个股都有所活跃 市场热点呈现了一个 快速轮动的这种格局 另一方面的养鸡 CXO Web 3.0等板块跌幅居前 总体上来看的个股是涨多跌少 两市超过4200只个股出现涨涨 那沪晨两市今天成交 10587亿元 比上个交易日 缩量176亿 北向资金全天的净买入 81.54亿元 继续呈现一个净买入格局 来看看三位嘉宾给出的市场观点 那赵熙有一段时间没做节目了 这段时间是不是市场 有一些微妙的变化 包括今天我们看到的 整个经济数据的解读状况来说 大家对政策还有没有预期 好的 首先我认为从最近两周的时间以来 市场最大的改变 就是市场预期的改变 预期向好 那么这从两个维度来阐述 第一个国际方面 国际方面就是大家都知道 也是包括上次我们做节目反复强调的 当11月2号美联储最后一次加息75基点之后 那么最新公布的数据继续强化了这一观点 12分加息75的概率已经非常低了 大概率是50 那么意味着加息最快 幅度最大的幅度都已经过去了 那么这一波全世界股市大跌的主要的逻辑 达到了 就是它的影响已经趋于弱化了 所以这是整个国际市场上的一个预期情况 包括美国公布的经济数据 包括最近欧洲的一些经济预期 它的预期跟以前的逻辑不同 以前是宏观利空压制 那么后面它是一种预期的一种希望在 所以大的逻辑分为 这是国际方面的发生的重要改变 那么国内大致到多年 三年以来我们受口罩问题的影响 那么现在的预期也在一步步 其实我觉得刚才提到的 整个市场的预期的转变 在近期包括北向 包括一些市场 热点的这种轮动都已经反映出来 都已经有所反映 是的 就是国内经济未来的 我们也存在一种向好的预期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逻辑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 就是因为多年以来 国内的MI高速增长 那么为什么今年的 你会发现 今年总体而言 南筹股价值股 是表现不诸如人意的 那么最近这笔股票 是在做一个估值修复 所以我们对 目前这一波行情 我们总体对后市预期向好 那么南筹估值修复 目前市场没有形成明显的主流和热点 没有明显的主线 那么这个时候呢 那么可能就是热点轮流 轮动的 轮动气 对 轮动节奏会更强 所以这个时候 我是比较建议和推荐 均衡配置的 然后做一个高低切换的 一种仓位的灵活调配 我觉得这样可能会更好一点 那么 关于策略 我们一会详细说 好吧 先我们说结论 来看看许可 许可因为这两天 大家说缺口要补 因为缺口必补 但是如果一旦在短期内 缺口不补 市场好像如虎 这是技术上人们的说的 技术上那么说 从这两天的状态来看 包括今天 没补缺口往上走的状态来看 能不能符合再向上的格局 我觉得缺口不补 对于中长线在布局的人来说 意义不大 其实这个可能也就是 我一直认为在3000点附近 这是一个只输时间 不输钱的一个点位 如果在这里做大胆布局的话 可能拿个一两年的话 应该来说 只要不要买入基本面向差的 这些行业和公司 应该来说 未来都有获利的机会 缺口至于这里补不补 就是因为前两天 大家都觉得缺口要补 然后就变得非常悲观 然后今天一下子 就是缺口不补 就是有一根比较强势的 这个阳线的话 又让大家觉得就是 可能未来32003300什么的 都会都会都不再化小 我觉得这两种悲观和 极悲观的这种观点 和极乐观的观点 在目前这种时间点 都不是太合适的一个观点 因为我们要知道 底部的行程 不是说一天两天的行程 底部它是一个 较长时间的一个反复盘底 当大家认为 2008跌不下去 2009跌不下去的时候 它慢慢地能够盘出来 而不是说看到一根阳线 就觉得立马要涨 或者看到一根阴线 立马要跌 我倒是觉得 大家可以从另外一个维度 去观察这个盘面 因为其实前几期节目 我们一直就聊到一点 就是要有一个正确的主线 才能把大盘去冲关 其实我们在周五和周一的 两天的高开低走 这个行情当中 都会发现 其实当天周五和周一 都是地产板块领涨 但是明显就是因为 房地产板块应该来说 它已经它的黄金细景过了 而且将来中国的 继续的高质量发展 应该来说是靠高端制造 所以说房地产没有办法 带领大盘高歌猛进 反而是今天这个 那个芯片股半导体的这个突起 让大家觉得 让这个大盘有了一根 应该来说比较强势的这个阳线 我倒是觉得 今天半导体板块的 一军突起 它其实就代表了 就是公募重仓的这些 成长股 它是能够扛起 就是将来带领大盘 攻城拔债的这个功能的 但是现在就是 今天这根阳线有一点 就是我觉得是有点 有点小瑕疵的 大家可以继续观察 因为为什么 就是其实半导体板块 是公募重仓板块里面 仓位最轻 而且是跌幅最大的一个板块 有那么一点就是叫 就超跌反弹的嫌疑 而且今天半导体的上涨 也是跟一些消息的刺激相关 所以说这种消息的刺激 这种持续度 它是要打个问号的 所以说大家 我认为就是 如果说今天 这个阳线的大展 是由这个新能源带领的 那我觉得这个公募 对未来这个行情的 这个看好度 应该来说是 是坚定看好 但是今天因为 由于是半导体带领 对这个半导体的 这个整个这个持续度 我是有一点存疑的 因为我在节目里面 也强调我说 半导体的这个周期的 这个盈利周期的见底 大概的说到明年 明年这个时候才能见底 也就是说最早最早 大资金布局 可能是在明年的 二三季度才会布局 所以说现在就是 半导体如果有人要问我 这个半导体 能不能直接起来 我觉得从盈利的周期来说 还需上去观察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因为公募用了一个 最超跌的一个板块 去发动这个行情 它说明它本身的 这种对基本面的这种 扎实度或者说 对未来的这个乐观程度 也是有那么一点的担忧 所以说是它用了一个 超跌反弹板块去那个 所以说我认为将来这个板块 将来整个大盘 还是以反复震荡筑底 在就是为前提 不要就是想着一根阳线 就立马就是牛市来了 我倒是觉得在这里反复筑底 在3000点反复去盘整 是个好事 而且如果说 大家是长期投资者的话 就是在3000点附近 慢慢买 然后买了就是将来 能够代表国家 未来那个发展竞争力的 这个板块 应该说这个点位 是不会输钱的 我们来看看 网络的关键 王老师 我们也注意到 今天有一些 经济数据的一个公布 包括结合前一段时间 综合来看 反观前一段时间的经济运行状况 那从市场的反应来看 您觉得接下来 刚才赵锡更多的是提到 美联储加息的这个尾端效应 也提到了我们在复苏过程当中的 这个慢复苏的真实状态 您觉得还有哪些不确定的因素呢 目前的不确定因素 可能还是大家对这个经济复苏的一个节奏 那么从最新出来的 尤其是今天我们看到 像投资端数据 摄灵端数据 都是今天公布 我们看到基本上 是不是很达到大家的预期 好像跟预期差距还蛮大 尤其是摄灵 是达到了一个负增长 10月份 3月份 那么在结合前期的出口数据 也是有一个明显下滑 说明在这个阶段 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 投资出口消费 都是没有亮点的 所以说这也是可能 在接下来一段时间 会制约市场一个反弹节奏的一个因素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 其实我们发现了 整个管理层出台了 比较明确的稳增长的一个措施 这是当前市场上涨反应的一个因素 因为市场目前主要是反映政策利好 对基本面短期偏差 可能大家觉得是一个过去式 因为出来的数据是10月份 大家觉得在现阶段 比如说对稳地产政策 而且是非常实质性的 支持民企地产的一个融资等等 这些政策的一些出台 大家可能觉得在接下来 11月到12月 甚至到明年上半年 这样的一个经济复苏的一个预期 会有一个明显的加强 因为可能觉得最差的一个时候 已经过去了 但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还要观察一个点 因为我们最新出的涉容数据 是不是很理想的 那么这一块能不能在接下来的两个月 得到一个 就是说能符合大家预期水平的 能支持整个经济复苏节奏的 我想这都是未来 我们觉得都要影响市场的一个反弹节奏的 从短期来看呢 我们觉得由于整个市场开始反映 政策利好 反映未来的一个预期 可以淡化短期的一个业绩的不理想 所以说整个市场呢 应该说也是处在一个比较明确的 一个反弹的一个过程当中 您刚才说了 是明确的反弹过程当中 这个反弹的高度和这个时间 我们应该怎么去预判 是看后续的政策推进 还是看后续整个市场 它一个热点发酵的程度 还是说看本项资金 还是看目前整个市场在向上 这个过程当中 再遇到种种的一个变化 在盘中临时去做对未来的调整 如果是时间的维度来看的话 我们觉得这个这轮的反弹 可能是能拉到明年的上半年 可能是一个时间周期 你觉得这个周期比较长 因为呢 它是一个复苏节奏 大家要观察的一个节奏时间 如果从高度来看呢 我个人是偏乐观点 我可能觉得可能是可以媲美于 今年五到六月份的这一波反弹行情 因为五到六月份呢 它也是一个躁动式的一个反弹 但是这波反弹之所以会调整 是因为到三季度时候 大家就感受到了数据的不理想 那么这一轮反弹 它前期也出现了类似的躁动 而且按照正常的企业盈利周期 我们前期讲 今年是一个企业盈利双底结构 很有可能在四季度会见到一个二次盈利底 那么这个底可能是比四月份那个要高一点 那么市场也如期的 在十月份见到了一个二次低点 那么这个二次低点也比 比如说户指是比四月份要略高一点 那么在这过程中触底之后 开始一个正常的企业盈利周期 如果说今年四季度就见底了 那么到明年的上面呢 它就是一个企业盈利反转的一个年份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就从前期的政策驱动 提升了风险偏好 提升估值 到了明年上半年转变为企业业绩的一个驱动 这是一个顺利成章的一个反弹 你觉得是有一个时间周期的 我觉得是一个有时间周期 让它慢慢地显现出来 对 那刚才王老师说了 说这个时间周期可能跨度比较长一些 但是在空间上它还是相对乐观的 因为我们从国庆节长假之后呢 就说哎呀会不会这个反弹会像427的这波反弹 那么像样 因为427五六月份的反弹 像像新赛道的一些个股 它已经是有翻倍的 有这个让大家在 对整个这个涨幅都不错 如果是真能有媲美五六月份这样反弹的话 那整个市场是不是就不用均衡配置了 我刚才听到这个赵老师说 我们先均衡配置 说说你的想法 首先大家看到国内公布的 那十月份的数据 大家都解读过很多次了 事实不尽如人意 那么实际的情况就是为什么呢 首先我认为这波目前的行情 我们的团队定义为 百马难筹的估值修复 修复 对 那么大家知道 比如今年以来的银行 包括地产 地产 保险 券商 等很多一些传统的大历史大白马 包括最后一步下来的白酒 茅台 茅台 茅台这两天 北向也好像挺关注的 是的 所以说那他们经过最后一波击杀完之后 确实包括像银行 包括像最新的地产成的利好 他们确实存在这种步行下 确实存在反弹的需求 那么所以第一步 我们是看一种估值修复行情 那么大家最新的经济数据告诉我们 赛加马车里面 都没有明显的亮点 那这个时候 我是不敢把指数看得更高的 那么但是呢 市场有市场的任何时间内 它都有很多矛盾 有利多有利空 但是我们你如果抓住了主要矛盾 可能你就是最接近事实 你觉得现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我认为现在的最主要的核心逻辑是 预期在犹豫怀疑中向好 就是这是预期的一种关键 你觉得可能会在这里出现预期差 对 这就是市场机会 对 第二个是什么呢 第二个就是 目前国内的M案流量异常充沛 那么我们知道房地产不能容纳 权益资类资金 银行的利率 理财产的收益率一降再降 居民存款 今年超十万亿 创历史新高 那么大家明白 这份钱 有一天迟到会流进股市 为什么它会流进股市呢 只要股市产生财富效应 就把它们吸引进来 甚至会产生一个什么现象呢 我们先进来的 那么后进来的人资金 总是会先进来的资金台轿子 这也是目前在宏观经济 没有走出完全的扣张周期 欣欣向荣之前 市场扭动性很充分的情况下 题材股 层出不穷 大家发现 腰股层出不穷 有种感念 题材 各种题材 能翻表演 那么股价短期表现 异常惊人 所以我认为 这是扭动性 这是个逻辑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一个逻辑的 那么在预期又转好 扭动性又很充分的情况下 我认为市场是比较难升跌的 也许在经济的曲折复苏过程当中 它如果实际上出现在踩一脚 能给我们再一个低点 那我觉得是很好的 但是我觉得 可能会出现这个低点 大家都知道 现在都说 按照国际惯例 欧洲杯马上开赛了 按照国际惯例大赛 世界杯 世界杯对 世界杯大赛期间 全球股市表现都偏平淡 这种说法 大家以前看世界杯的时候 总觉得 哎呀 航经不怎么样 对的 但是我坚持认为 就是一般的A股的规律 就是没有经久饮食 就一定会有春季攻势 所以我也比较亲下去 到明年 从目前点位 可操作性 都期上是统一王老师的 对的 到明年三四月份 这个直言点 我认为是比较强的可操作性 你说说你刚才的一个均衡配置 打算怎么做 就是因为现在 我们看到的点非常多 第一波起来的是 第一梯队是医药还有性创 第二梯队我们看到 像它延伸过程当中 像医药更细分的一些行业 然后后面 我们看到包括新能源 也在反复的 在市场当中出现 还有一些白马蓝筹的复苏 我们怎么办 这么多资金我怎么配置 那么我一直观点 觉得如果是来过行情 在我眼里 它肯定会有主线 会有辅线 一条主线 两条辅线 我在节目里反复强调过 很多遍 但是目前市场 我没有 都只是没有那么乐观的情况 我认为目前这波是南筹 我的估值修复 那么仅仅是估值修复的 我认为指数的短期空间 目前我没有看到指数很强的 往上驱动逻辑 所以 主要矛盾 我认为是 我是看震荡往上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在没有 如果有个大行情 肯定会主线 但目前我没有找到主线 所以我亲下去 它们是轮动 就是这一周 属于这个板块和热点 下一周属于另外一个板块和热点 那么你需要在伦敦里面进行高低切换 你的仓位配置进行适当的调整 我认为这个是合理的 如果说 我看到未来有一波 好的行情 比较大的空间 那我紧抓主线不放 才能获得最好的回报 所以这是决定我的一个投资思路和逻辑的 那么 目前是白马股的估值修复行情 那么 高景气度赛道 高景气度的行业 七分子行业 依然是挖掘重点和配置 所以这时候我会 比如说 也许在五到八月份那个时候 我主配 我管的基金可能 百分之三四十 我都配到新能源赛道里面 各个领域加起来 那么别的可能再做一个均衡配置 但目前我只愿意把它配到 把十五到二十 就是我作为一个标配 或略超一点点 新能源你现在配了十五到二十 对 还有其他吗 其实上次做节目我聊过的 第一个 第二个 医药我们目前仓位配到百分之十五 还有像机器人这一块 特别是无人机 我上次说过的无人机这一块 那么还有一些 预计行业反转的 就以前影响很严重 我现在认为它行业 困境反转的一些标的 你是指消费当中的吗 对 比如说有些旅游 有些 酒店 酒店 影视 那么我们感觉未来的逻辑 确定性比较高 那我们可能目前没办法作为超配 那么我实际上低配或者标配 还是问题 逢低标配 低配我认为问题是 逻辑没有太大问题的 那赵老师 你如果标配了 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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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什么条件下 你会把这些标配的个股出掉 是说它当天 大涨了 整个板块有四五个点的上涨 你就要出一点 然后再重新找机会 还是说再等着 等到明年三四月份 刚才你说的那个时间点 我刚才说的伦敦就是 我们愿意在 如果说自己手持有仓库 短期表现很惊人 比如短期一波 百分之十五的二十 我们可能愿意 拿百分之三四十出来 做复仇 但百分之五六十是不动的 找逢低的点位 因为它伦敦的话 这边表现好 你适当减持 那么回调器的品种 你可以考虑逢低 适当加仓 包括了半导体 那么徐老师说的很明确 我的观点也 有相同的地方 也不同的地方 第一个 我认为半导体 中长期逻辑 是很确定 是高度确定的 景气逻辑是高度确定的 它短期受制于 经济的一个情况 或者消费的一种情况 所以说 我不建议半导体 涨幅很大之后去追 但是逢低完全可以不布局 等它轮动起来 未来几年的 自主可控的逻辑 我认为是非常确定的 也就是说 均衡配置的一个状态之下 是滚动操作 对 来看看许可的观点 许可 其实今天 大家的目光点 包括我们在平台当中 互动 也有人关注到 港股的问题 就港股是 出现了一个 权限的一个上涨 从目前来看 我们对港股 是从技术上探讨的话 有没有这个 技术性牛市的 这种可能性 就是技术性的一个 怎么说呢 就是现在比较低的 这个位置当中 是不是有一些机会存在 港股 它现在就是 这一轮的上涨 主要源自于 这两天 内房股应该来说 涨得非常厉害 比如说碧桂圆 好像是 三十有了 三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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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也就是说 由于房地产 整个政策面的 应该是拐点 应该是 让整个港股 有所大幅反弹 但是我还是 坚持这个观点 因为港股 这些板块的 因为历史的问题 它板块 它没有太多的 跟制造业 先进制造相关的 这个存在 所以说我认为 将来港股这一块 我觉得 除非有新鲜的血液 就比如说 比如说当时腾讯 那些都 到港股去上市 那时候那些 互联网股票代表了 中国最先进的 那个生产力 他们就支持了 港股 长期走牛 但是如果说未来 就是先进制造 或者新能源 在港股 就是没有像之前 这么踊跃上市的话 我觉得将来的 这个配置重点 还是在我们的A股 反倒是我倒是觉得 未来一段时间 就像刚刚赵老师说的 就还是要 还是要这个主线 我觉得主线 还是应该在 我们这个新能源 这个板块里面 当然了 就是现在新能源板块 其实遇到了一个 瓶颈 就是公募基金的 这个持仓 包括现在公募 马上要到 这个排名计了 他们就是 没有太多的 这个动力 也没有太多的 这个仓位 去把他们 一些高标的 这些股票 给守住 我就举个例子 大家可以去 作为一个参考 今天其实 整个光伏板块 长得非常不错 但是有两个 光伏的 这个组建的个股 它是公募重仓的 今天是大幅跑出 这个整个光伏板块 所以说就代表了 其实最近一段时间 公募其实 应该来说是 整个行情 继续往上走的 一个最大的瓶颈 他们要克服这个瓶颈 我觉得就是 未来的行情 可以继续看高一些 那其实在目前 大家对整个市场的 这种观察情况来看 你觉得还是先以反弹来看 先以反弹来看 因为目前这个 最确定的主线 还是走得非常弱的 其实今天新能源 早上还是 我看宁德时代的那个走势 早上还是一度是跌了 百分之二到三 然后最后在整个大盘 向好的这个情况下 然后再被拉起来 所以说就是从这个 做多的意愿上来说 这个公募它的内心 不是说动力不足吧 应该来说是能力不足 因为毕竟 这两个月的公募的 这个募集的这个状况 也不是很好 来看看王老师的观点 王老师 现在有一个问题 是关于券商 因为今天盘面当中 我们看到像财达 香财都有异动 包括前两天 昨天也有异动 有人说券商动了 是不是能反观好奇 这是一个点 还有就是券商本身 在这个位置当中 有没有我们可以挖掘的价值 券商板块 我认为可能是一个 被动式的补涨 我觉得预期 不应该有过高的预期 那么主要原因 大家感受到 前期一些上涨的板块 比如说地产 比如说银行 都是一些DPB的一些行业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它的一个估值修复 比较明显 但是这两个板块 它主要是受地产政策的影响 地产对民企的一个 这个信用的融资单的一个支持 扭转了之前的 比较悲观的预期 那么在房地产板块 应该比较明显的上涨之后 银行板块也会有接力 因为银行它本身在前期 也会受到地产一些影响 它的一些信贷业务 那么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好像大家去挖 都是前期一些超跌的板块 在上涨 包括医药 它也有这种类似的特种 都前两年 大家不太关心了 跌了两年了 开始上涨 大家觉得好像券商也跌了很多 也有很多都是 这个PB估值也很便宜了 那么大家去炒这个样估值修复 但是换句话来讲 除了它 券商板块的这样一个低PB之外 它还有没有其他的催化剂 除了一个超跌 我个人好像没有看到 除了近几个交易日 一个万亿成交量的 一个短期的一个催化 从三级报来看 整个券商板块盈利 还是在一个下滑的过程当中 那么目前的这样万亿的 一个成交量它能维持多久 它对整个券商业绩能贡献多少 我觉得对短期来看 应该说不大 因为券商的整体的业务 经济业务也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那么并不能以说牛市来了 把当前 因为我个人倒是不看牛市 因为好像是最多是个结构史 我们只是看反弹 那么在这样过程当中 就很难说我们就牛市的思维来了 先把券商打上去 这种思维好像是一个和我们目前理解的 好像是一个 因果关系是有一种反过来的 所以说我觉得对券商板块 不建议大家去追高 因为整体基本面不是很支持 它最多是一个 处在一个低位的 补涨的一个过程 刚才赵锡提到他的这个操作 因为他是四目 他在操作过程当中说 最近均衡配置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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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各板块当中如果有20到30的一个反弹 那他先走仓位的百分之二三十 这个策略在当下一直延续到您刚才说的 可能跨到春季的这个节奏 您觉得可行不可行 这个策略我觉得也有一定的可操作性 因为在整个反弹的初期 他大多数板块 他都会有一个轮动性参与上涨的一个过程 那么上涨之后 其实有些板块是跟不上节奏的 他并不在一个主线上 确实短期没有特别明确的主线 因为他不像5月份当时的反弹 新能源引领 产业景气度带领 基本面逻辑比较扎实 大家大资金愿意进场 现在市场的热点就是主题投资 主题投资大家看到了 比如说一些流感药 比如说前期的一些大安全主题 到今天的一些科技成长 一些半导体在内 都是一个淡化短期业绩 然后受到一些政策暖风的一些影响 进行一个主题的参与 而且这个主题参与 它整体的一个上涨的一个速度 是比较快的 所以说整个市场来说 确实从主线热点来看 它的一个轮斗性比较强 很难去抓住一个说 能连续涨两个月的一个行业和板块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进行一个适当性的一个分散 配置也是可行的 但是从一个大的一个 从目前来看 就是说往后看 我们觉得我个人倒觉得 好像在科技成长板块 可能会更占优势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前期我讲过 刚才我讲券商可能是部长 这一批蓝筹股 它是修复 是一个超跌修复 那修复之后 它的一个弹性很明显是要变弱 变弱了之后 哪些板块的一个弹性会更高 很明显还是围绕前面的 大安全领域 科技成长板块去参与 会更好一些 因为这些板块呢 多数是偏高端制造 偏这个技术领域比较高的 也是获得政策支持比较明显的 而且呢 它可能有一部分 也不是属于前期 机构配的比较重的一些新能源 所以说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 可能啊 科技成长会是一个未来的 可能一个主配的一个方向 科技成长 这个和您刚才那个均衡配置冲突嘛 你均衡配置好像更多的提到 是蓝筹的修复 冲突不冲突这个观点 我认为其实不冲突 就是出于你对市场的一个理解 那直到大概今年以来 我主要就布局在科技领域板块 我认为 而且我喜欢以中小盘为主 特别是以扣长50为代表的标的 是我配置的终结核方向 那么在目前这一波 我觉得很多 柳东京非常好的 非常低估值的蓝筹 创造成一步修复行情 那么其实在我眼里 它确定性也比较高 所以我愿意配它 如果它这一波 它们这些标题修复完成 涨上去之后 那么我要看后面新的逻辑 比如说经济进入扩张周期 全世界经济预期都更好了 那么或者我们经济发展前景更好了 环境也更好了 那么可能还会有一波 如果说我没看到这种新的希望 那我可能会选择兑现 把我的钱再调回到 细分小的成长领域板块 科技领域 就是高档制造也好 科技领域也好 因为我认为 刚才说的 如果经济前景很好 那这些标题还有新逻辑 如果没有前景很好 在流动性的支撑下 可能题材类的中小标的 成长性标的 更有优势 另外我要养养子老师 我要补充说过两个观点 最主要的观点 我很想聊一聊 就刚才关于港股的问题 我们反复探讨 我的观点很明确 我认为港股已经建历史性大地 什么叫历史性大地 就是很有可能 你在未来十年内 都看不到这么个地的位置 这是我们 这是我们其实 我关注这个领域 有一段比较长的时间 主要是香港 它的主要经济是 贸易和金融 离岸经济 对 那么贸易都知道 受全世界这种疫情冲击 多少年 它受的很大影响 那么金融 它主要受美元回流的影响 美元回流 现在达到一个相当高峰 所以港股目前 已经和基本面无关 它杀完基本面 它是再杀流动性 所以大家我举个例子 港股以前有一个指数 叫做创业版的指数 最高有1800点 你知道它怎么跌吗 它说现在1800点的基础上 跌90% 再在90%的基础上 再跌百分之 那你的这个整个 均衡配置当中 有没有港股的配置 港股 我更能倾向于 目前是 比如说我自己 我准备 留一部分钱 作为将来养老的钱 或者说我留给我儿子出行 留学出国的钱 是赵总自己的观点 对的 因为我觉得几个比较简的 刚才说的那个创业版 它从1800点跌了33点 另外还有跟我说 比如说一个重庆银行 净资产15块 然后现在股价3块多港币 江西银行净资产7块多 现在8毛港币 这些都是你准备配置的方向吗 对的 我觉得我们在我眼里 在我眼里 如果你愿意放稍微长一点周期 在我眼里 它没有任何风险 个人观点 尽同参考 对的 好的 那我们稍事休息 一会儿和大家一起进入 今日关注 今天我们要关注的话题是 消费类板块 我们一会儿见 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之头提醒您收看 公司与行业 家族一算 今日一开盘 我要动啊 男生的股仍 还是要靠学习的精神 求我了你 求我了你 脚风之头 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股市众生千资百态 如何战胜恐惧和贪婪 分石图反映盘中 实时量价关系 是现在进行时 扫描二维码 立即领取 分石买卖实战精华 教您灵活运用分石图 学会短线获利精髓 实时强弱判断 把握波动规律 你可以现在扫描二维码 领取分石买卖实战精华 何时适合做替交易 如何寻找买卖信号 资金博弈 意图为纳盘 揭示黄白线背后 隐藏的秘密 运用分石买卖实战精华 助你短线高抛低息 中线坐踢降低成本 赶紧拿起手机 扫描下方二维码 立即领取这套 分石买卖实战精华 分类教学案例解析 分石技巧精髓揭秘 精辟透彻 简单好学 扫描二维码 看懂分石图 炒股更轻松 岁月不败风华 经典历久弥新 老凤翔 跨越三个世纪的经典 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志投提醒您收看 公司与行业 欢迎回来 今天的港股通的消费ETF 涨幅接近百分之四 随着大环境的一个改善 一些券商认为 消费最坏的时刻已经过去 场景修复又往持续 由此消费复苏相关的板块 或存在布局的机会 今天我们的今日关注 就和大家一起来看看消费股 许可 我记得之前你曾经有个观点 就是当新能源赛道 在市场当中独领风骚的时候 你说它的资金慢慢散出去 一定要有一个承接的板块 你寄稀放于消费 但是我们看了一下 这几个月它没有达到 这个预期的效果 那么未来这个消费 还有没有这种潜能 还有没有这种机会 应该来说这个消费板块 是整个机构资金 最喜欢配置的一个板块 最高峰的时候 可能就是百分之十几的资金 都在这个消费 大消费领域 而且消费股里面 是容易出比较大的牛股 我们可能是知道的 这个牛奶 包括这个白酒 都是牛股被出的一个行业 但是这一波 这个大盆的下跌 其实最后也是因为 茅台的这个拖累导致的 我倒是觉得 就是这些偏好配置消费的资金 还会继续在消费里面沉淀 因为毕竟他们之前 在消费里面是赚过钱的 这就是一个路径依赖 但是如果说就是将来 他们要去配置消费的话 我都是觉得他们会 从一个老消费去 往一个新消费去配置 我就举个例子 就是之前的这个 何谓老消费 就比如说像那个什么 酱油啊什么白酒啊 包括这个酵母啊 这些其实都算老消费 他们已经把他们所有的 这个预期的这个估值 给打满了 包括比如说就是酱油这一块 它其实就是一个 这两年炒的就是一个 涨价和这个下沉 这个渠道的这个过程 然后这两年报表非常漂亮 然后他们把这个这两年 就是漂亮的报表 作为一个永续的这个增长 去给它估值 所以说估值都非常高 我觉得这一块 可能将来的这个 也最多就是反弹 因为他们的这个时代 已经过去了 但是未来 特别是在这个消费 未来这个消费复苏的前提下 我觉得一些新的消费会起来 其实今年已经有一个新的消费的主题 会出来就是露营经济 而且一些就是相关的个股 其实走的是非常不错 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 这些新消费 因为我认为就是 每一次消费升级 都能够带领这个 一些子板块出现 比较大幅的那个上涨 就比如说在20年的时候 当时这无线耳机 一下子就是很多年轻的那个 女孩子都喜欢挂一个耳机 在这个耳朵上 然后就催生了这个漫步者 是涨了五倍 所以说我认为 在未来的一段时间 特别是在这个老消费的资金 就是这一次茅台 这个比较明显的下挫以后 有一部分资金应该来说是分流了 那这些资金将来 它一定是盯着这个 新消费的一个领域 其实我之前在这个 曾经在聊过一个板块 就是这个临时板块 其实最近如果大家看 这个临时板块 一些个股 其实走的已经是比 传统的这些老消费个股 走的已经是 要强势很多 一些临时个股 已经创出新高 所以说我认为 这其实就是一个预兆 未来我觉得明年 一些新消费的一些板块 会出现比较大的这个机会 那王璐 我们接着刚才许可的话 今天在旁边当中 汽车整车下午 有不错的一个表现 也带动了像一体化压筑 等等零部件的一个上涨 那汽车板块在这个位置当中 也有人说 也是消费的一支 在今年年初 曾经有过 这个促消费的一个政策 那汽车有过动作 但是之后 整体的状态 是被新能源汽车所压制 那么现在来看 整个汽车 它未来的 这个消费属性状态之下的 数据也好 还有可配置性也好 怎么样 对汽车板块 由于今年五到六月份 涨幅比较好 所以说呢 它目前整体的板块的位置 并不低 再底加上呢 今年整个新能源汽车 汽车渗透率提升的比较快 大家可能预期明年这个增速 会有一个下降的一个过程 环比上 那么所以说 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 其实短期来看 这个板块很难起 这种比较明显的 这种主打行情 但是拉长来看 我们觉得整个新能源汽车 毫无疑问 是一个主赛道之一 但是由于今年的整个板块 已经有一定的涨幅 再加上大家对未来 整个汽车明年 这个新能源汽车销量的 这种环比上的一个增速的一些担忧 可能短期未必会起行情 那么对整个消费来讲 其实消费复苏会有 但是大家预期 我觉得是不要过高 因为我们能感受到 大家的一个出行意愿 消费意愿是在降低的 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 其实消费的数据 是很难快速的起 上来 所以说我们能看到 10月份的设定数据 它的一个负增长 它是有这样的 大家的一个心理预期的一个变化 与此同时 刚才徐老师也讲了 传统的这种老消费 很难起行情 我也比较同意 比如说这种 前两年炒得比较高的一些 以酒 以酱油等等为主的这些行业 那么这些行业 如果很难起行情 那么由于他们占消费的比重 这个市值 上市公司市值比较大 就很难带动大家去特别的去关注这个内容 所以说我们觉得对整个消费板块 目前来看我们还是要再等一等 等等未来消费场景得到实质性的一个复苏 是一个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有一定的一个曲折性 所以说近期大家感受到其实灵涨的板块是偏流感药的 零售药房的 治氧机的医疗器械的 这些板块率先受益 是比较确定性 大家看在眼中的 反而一些酒店餐饮旅游 反而在这个阶段呈现了一定的互利回头 我们觉得它是有一个与药物相比 医药相比的 它有一个优先顺序 可能要相互排排 但是消费复苏我们相信也会到来 但是要稍微等一等 时间还没到 刚才也提到了这个路径 也就是说它这个场景修复 在几次反复之后 大家可能更等确定性的这种场景修复和慢慢的复苏 好的 我们上次休息 也欢迎您在这一时段通过微信平台 把您要关注的一些问题发送给我们 一会儿三位嘉宾将在线上线下和您一起来互动 我们一会儿见 岁月不败风华 经典历久迷新 老凤翔 跨越三个世纪的经典 广电会加携手更广更强的信号 带您开启精彩生活 192全新号板重磅来袭 特色流量 文旅权利 随心畅想 广电会加 会生活 选广电 最近不少股友留言说 被套后是继续补仓物还是换支股票 左右为难 别急 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让坐替解套法 帮助您轻松解决 其实即使震荡行情 日内也会有大量的上下波动 如果我们能够掌握区间买卖技巧 不但有机会降低手中股票的风险 还能灵活利用资金 让交易变得更搞笑 今天送给大家的适合当下行情的 坐替解套法 希望能够帮助到您 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拿到手试一试 不需要花太多精力 领取后看一下坐替解套法 分享的操作逻辑和热点分析 心里有底气多了 如果您还在追涨杀跌 炒股还毫无头绪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立即领取 好 欢迎回来 接下来我们进入互动 来看看大家的问题 有人在微信平台当中问 赵老师您好 电力股还继续看好吗 上次好像提到电力了 是吧 是的 我上次说的是绿电 绿电 对的 现在电力股是这么的情况 未来电力股 特别是绿电这一块 它的一个变化情况 我要说一下 它现在是什么呢 有利多有利空 最大的利多是什么呢 就是目前归料价格和光复组件价格 是有所下降的 那么这样装机量的上市幅度 我相信在今年四月到明年一度 会上升得比较快 那么这个对绿电发展是非常有利的 但那不利的一点因素就是 目前需求没有明显增长 还有一个我要强调的就是 乌巴拉年代风光处 一块说 为什么我以前配风光处的时候 我会配到自己总仓位的40% 甚至会这么高 但现在我只愿配15%到20% 这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天气造成 目前市场以前预期今年是冷冬 但实际目前的温度告诉你 今年很可能出现暖冬 那如果这样的话 天然气啊 煤炭啊 需求 需求都 它的热度没有 之前那么高 没有欧洲能源危机那个时候 或者那个时候 咱们开始国有时候地方 有拉大限电的那种氛围 所以你很难 热度再降低 所以它也影响了绿电 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说 就是绿电通过我们的研究 今年三季度就是它燕机最低迷的时候 接下来它燕机会走出一个拐点 所以我的建议是 逢低 适当布局 逢低 适当布局 对 电力 绿电这种电视 对 那问问王客 问问网络 这个王老师 其实这两天大家还有一个疑问 就是说债券市场啊 今年之前啊都不错 但是这一段时间啊 债市这一波就短期内跌幅挺大的 这是为什么 那如果说这一波已经有所下跌 那么在后面的配置当中 要不要把这一部分的这个配置删除掉 因为前期的上涨大家比较清楚 债市主要是由于国内流动性宽松 加上这个经济的一个悲观预期导致 那么近期我们觉得对整个经济的一个预期啊 开始有比较明显的提振 主要是大家看到了一个是地产政策的一个对于啊 引起这个融资端的一个支持啊 应该说这一块呢 大家预期直接上来啊 大家对未来经济复苏啊 起到了一个比较 达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提振 在这样的一个预期下呢 整个啊 我们看到目前无风险利率啊 十年级国债收益率 昨天是拉涨十个BP啊 已经涨到百分之二点八级啊 最低的时候啊 前两个月还在百分之二点五多二点六左右的一个水平啊 整体上市场的利率水平开始回升 再一个呢 大家感受到了今年的一个利息啊 降息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呢 也很难有下降的一个空间啊 主要是受汇率影响 以及这个外围紧缩啊 到这样一个程度的一个影响 那么所以说整个债市明显在最近两周是转熊市啊 转熊市 尤其是我们看到近期像一些短债啊 也开始下跌比较明显啊 我们觉得对于债啊 这一块的配置啊 到现阶段应该是以下降为主的 而且不要轻易的去强反弹啊 因为整个十年级国债收益率 可能它的一个随着经济复苏节奏的一个 这个上行啊 可能它的一个税率还有上行的一个空间 嗯 那其实刚才您说债市转熊 您刚才用了这个词 也就是说在这个位置当中 有可能随着利率的走向变化啊 就是有可能在这个位置当中 对债券的这种配置要小心一些 这是您的关注 是的 来看看许可 许可刚才也有人问说 这一波性创起来挺强的 每天说哎呦不行了不行了 结果它又来了 就包括我们看的标杆对标杆的一些个国啊 在盘面当中也是在不断地创出这个信告啊 挑战大家的这个空间感 从这样的判断来看 信创有没有可能是这一波的主线啊 我和你刚才说什么消费啊 什么在猜 人家说主线就在你眼前 就是信创 这个有没有道理啊 主线和主题有时候也有区别 看怎么理解 你觉得信创是主题吧 我觉得它偏主题点 偏主题啊 因为你们的公司质地呢 我挑不出敢大军买入 放行持有的标的 我还没选出来 然后它短期表现又特别快 所以我觉得感觉给我 历史经验给我感觉它像主题一点 像主题 我觉得信创满快 大家可以区分来看啊 就是第一就是它本身 这波起来的原因 是因为大部分的个股都从去年的 这个上半年开始一直跌 就比如说像中国软件 从100块钱跌到20块钱 包括中国长城 从20多块钱跌到8块钱 都是有比较大的这个跌幅 所以说它的这个诱因 就是股票跌多了 然后当然也是由于政策的一些催化 导致它有一个主题性的那个炒作 但是我认为信创满快 明年会有一个分化 业绩上会有个分化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就是各种股票 它的这个这种这个业务模式 它到底是一次性的 还是就是连续性的 我举个例子 就比如说 以后很多这个电脑 要装这个麒麟的这个操作软件 它其实就是一次性的买断 因为这以后 比如说你买了Windows的这个系统 你又买了以后就没有了 后面就没有太多的这个付费的这个场景 但是有一些就比如说是连续性的这个 这个现金流收入 就比如说这个云端的那个收入 就比如说将来我们要用用云 要用那个金山云 那这样的话 它们就能够创造连续性的这个收入 那个现金流收入 我认为如果说 你快看好信传板块的这个未来的话 我认为这种 你能够有连续性现金收入 这些业务模式是值得有 值得关注的 但是就是那种一次性的 它就是有可能就是一个主题性的炒作 来 那赵锡有人问说 能不能请赵老师谈谈北交所 因为这两天正好是北交所的一个成立纪念日 差不多前后的时间 我们也看到专金特新呢 在A股盘面当中 有非常好的一个表现 那北交所未来它的一个可能性 做一下前瞻吧 赵老师 我觉得目前北交所上市一批公司 有些公司质量 虽然它旅动性不是特别好 但是有些公司确实是相当不错的 但是呢 他觉得我觉得北交所 他还是从一开始对自己定位要求过高 门槛有点高 所以目前整体市场对它的关注度和流动性 相对于其他板块有点小硬伤 从专金特新这个角度 能不能在A股当中找到一些对应的机会呢 我觉得是完全可以的 而且我认为加拿大战里面有很多标的 未来成长性是比较高的 所以不排除加拿大会议 里面会出不少牛股 这是对北交所目前的一个客观点评 对 它的标的 它政策什么呢 我不好点评 你说对标的 刚才也提到 就是行业标的 因为它建立之初 就是为了解决我们市场当中 行业的卡点 难点 读点 而设立的相关融资渠道的一个服务平台 对的 好了 那我们稍时休息 稍后我们来看明日前瞻 一会儿见 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志投提醒您收看 公司与行业 股票太难了 赚到哪只 买哪只 涨点吧 涨点吧 割不割 炒股怎能靠运气 自己有实力 炒股更理性 九方志投 实战派股票学习品牌 上海整装 加装特惠记 聚会来袭 11件加装好礼 11元通通带走 上海整装 35家门店 全程联动 百瑜伽品牌建材供应商 强势助力 签约下定 孟百合床店 被啃过滤器 4000元窗帘抵用券 欧灵垃圾粉碎器 松下净化器 等11件加装好礼 11元带走 要装修的业主 抓紧打电话 4000338338 或扫码预约活动名额吧 上海整装 400余位设计师 一对一为您家量身定制 活动期间 更免最高2万元 全案设计费 送720度全景效果图 提供一站式装修 让您躺着也能装新家 百瑜伽品牌建材供应商 强势助力 好装修在上海 好装修在上海 上海燃气提醒您 请安全使用燃气 使用燃气时 请一定要保持 室内外排气通风 发现隐患 请及时拨打 上海燃气热线962 安全使用燃气 营造美好生活 和谐中华 宇度滋润 和肥贵 好 欢迎回来 刚才我们在探讨 债券市场的时候 网络老师给出一个观点 可能说债势有可能转雄 那好像赵锡 在我们播放广告过程当中说 暂时不同意这个观点 是吗 我们能不能把这个节目做完整 请您做一个补充 好的 其实我是这么来认为的 我认为 我认为最近债券大跌 它在短期突发因素 那就是因为国家对房地产政策的一种方开 大家都知道 在19年 你觉得是有原因的 对的 在19到21年的房地产上融资成本 平均达到多少 都是一年12到15 非常高 那么到今年这个情况 万科他们是5%6%的融资水平 那如果对于其他中大型的一些债务出现问题的企业 他们融资成本是非常高 那王老师 如果说这是一个个案 刚才这个赵锡说 现在是在短期当中一个触发的因素 并不是说这个大周期 我的主要逻辑是什么 就是我认为由于他们的利息很高 短期是很吸引市场资金的 也是很吸引银行资金的 特别在政策支持的情况下 但是由于他们这些企业 未来是否一定完全会走入困境 还是存在不确定性的 所以我认为他们预期回报率确实很高 但是我认为资金的容量并不会很大 短期冲击很明显 中长期他们不会容纳 可能由于高回报 对于风险要求很高的资金 可能未必很适合他们 所以我觉得他们不会容纳 你们两个人说的是一件事吗 可能不是一件事 因为我刚才讲的主要是讲利率债 利率债的一个利率的一个上行 对信用债呢 其实我没有做点评 好的 那我们节目最后来看一下 九方之头所提供的头角小短片 这是金叉看多 这是死叉看空 这是阻力位 要小心了 这是什么玩意儿 好厉害的样子 这就是金线 指的是当天往前推相应时间的平均价格 MA5指的就是五天内的 MA10就是10天内的了 这就能算果 这是技术指标可不是什么算命 简单来说 金线组成的各种形态 代表了不同的市场运气 比如这是金叉就代表了看多 反过来变成死叉就成了看空 配合K线的时候 还能判断它的压力位和阻力位 学会这个我岂不是无敌了 所有的技术指标 都是我们做决策的依据之一 我们还要综合考虑企业的发展潜力 市场情绪等等 家人们要去看懂这个 谁还找我算股啊 九方志投提醒您 掌握交易规则控制风险 做理性投资人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 关于利率债 信用债 我们以后还会安排专题的节目 跟大家来探讨 非常感谢赵喜 许可 网络 稍后欢迎继续收看财经界新线 明晚再见 这是一个关于他的传奇 北京时间12点整 我要想做一件事情 我是会奋不顾身 每一个他都在苍茫的土地上 孕育生命的希望 每一个他都在科学的春天里 破土而出 向阳生长 每一个他 头顶苍穹 脚踏实地 每一个他 攻坚克难 百折无悔 新级火船 代代相长 春风话雨 生生不息 我的研究领域是高性能船舶推进技术 我们做了十年的图军员队 面对的是我们的这个国家 中大单流区域 我主要从事的是网络安全的研究 城市轨道交通 地铁设计 每一次卫星发射任务能够圆满完成 这也是我一生最大的荣耀 我经常带着孩子仰望星空的时候 我又会对他说 天上有十二颗星是妈妈曾经参与研制的 探索没有知道的世界 对着科学应该尽于责任 每一个值得尊敬的他 都会长成一棵参天大树 守护人类前行的未来 哈喽 大家好 最近看到很多古友说 炒股总是把握不好入场时机 有没有什么靠谱好用的指标 推荐一下呢 今天分享的烽火战法 相信老股民们都很熟悉了 这个指标专门捕捉短线良机 从4000多只个股中 筛显出形态良好的短线机会 提示你买入加仓信号 现在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就能领了 烽火战法用起来很简单 没有复杂的资料 只要参考指标提示操作就好 出现火炬就建仓 出现火堆就加仓 你看这里出现了火炬买入信号 就可以先跟着打点底仓 接着又出现了火堆加仓信号 表示个股会将快速拉升 这时候就可以考虑加仓 有了这个指标参考 是不是就能更好地把握主升行情了呢 烽火战法让交易更轻松 好不好用 你到手试一试就知道 赶紧扫描屏幕上放二维码 来看看自己手里的股票吧 松江上海之根 龙凤家居工厂直销中心震撼登场 一站式家居构旗 龙凤家居不只是经典和时尚 更为您带来健康舒适的幸福生活 让你购物省心省力高性价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